接下來讓我們關注到的是 在花蓮慈敬醫院的一位古姓醫師 21日到宜蘭郊西參加醫學研討會 結果沒有想到之後卻人間蒸發 家屬交集的報案 警方巡線在烏石港的賞金船上 找到他的背包和卡片 推測他疑似落海了 那麼昨天他的醫體 已經在東奧的烏眼角海域被發現 倒數第三個這個 黑色的這個 他有背包上面有黃黃的 對 花蓮慈敬醫院古昌文醫師 21日到宜蘭郊西參加醫學研討會 不料之後卻人間蒸發 家屬交集報案 25日上午警方調閱飯店監視器畫面 發現古醫師乘坐計程車離開 問獎表示有載到古醫師前往烏石港 警方更發現古醫師21日下午 購買賞金船票上船 遊客下船的畫面 卻不見古醫師的身影 經確認後 是安檢人員當時 將一名因穿著工作服 卻穿便服 跟著遊客一起下船的解說員 當成遊客 進而誤認 人數相符 警方後來在船上 找到古醫師的背包及名片 推測其疑似落海 昨日上午 海巡隊在東奧烏眼角外海 發現古醫師 但仍已經明顯死亡 遺體經家屬確認後 送往服員 檢方香燕判定死因為 逆水窒息 排除外地介入 對此家屬沒有意見 賞金船的業者 是否有相關責任 也帶釐清 古姓醫師落海身亡 而檢察官香燕認定 古醫師意外落水 這名醫師根據警方調查 他行醫已經二十多年了 他原本是一位物理治療師 後來考上了中醫師 而且他非常厲害 可以用客語 台語 英語等等的語言 跟病人溝通 最了解古姓醫師大學聯考時 分發到中山醫學大學復健學系 成為了一名物理治療師 但因為對針灸、推拿、診脈等醫理有興趣 便努力精進 進而取得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 中醫學系學位 家鄉在苗栗的古姓醫師 從醫二十多年 累積豐富的看診經驗 能運用客語、台語、英語與病人溝通 他到花蓮慈激醫院服務 是嚮往中西和療的環境 希望能夠幫助到更多的病人 下一則新聞就是 來看到的是政治消息 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 今天邀請了現任的退府會主委 馮世寬來報告並被質詢 由於這可能是這個馮世寬 他任內最後一次在立法院被詢了 而引發了大批媒體的關注 而馮世寬他在會前 接受媒體聯訪的時候 就有感而發的說 他說自己身為國民黨員 卻到了民進黨的團隊去當部長 連老百姓都覺得奇怪 這個過程嘛 一個國民黨員 到了民進黨的團隊 去當部長 對不對 包括老百姓都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對於這個民進 國民黨的立委 暫地法院給我很多的刁難 我覺得沒有什麼 假如刁難我個人 我個人不是完人 這個無所謂 但是如果講到我的國軍官兵 進入不行沒有戰力 我絕對要對這些言論 做出正確的辯駁 一方面這是我的個性 二方面也是我的責任 我們今天在這裡過得 這麼舒適的生活 前線的官兵 空中的戰鬥機的飛行員 海上巡弋的官兵 有一刻是休息的嗎 精神都緊繃的 所以我把三個農場 都開放給我們國軍的官兵 只要是假日來 平時都可以提前十天來訂房 為什麼 讓他們覺得我們在關心他們 今年是黃埔陸軍軍校創立的100週年 傳出北京是積極拉攏陸軍官校的校友 在6月16日前後到廣東的黃埔來參訪 並且設定是100團 每團大約是30個人左右 而退府會的主委 馮世寬今天就受訪時說 他覺得中共是沒有資格辦黃埔百年的事情 而且他也不相信有3000多人要去 他說如果真的有人要去的話 那就不要回來了 你覺得中共到底有沒有資格辦黃埔百年 當然沒有資格 但是他要辦的話是統戰的意圖 我們也阻止不了 當然 他在他們國家辦 但他們要辦這個黃埔百年 其實滿諷刺 滿笑話的 當年就是被他滅掉的 我可以直接講 我不相信我們有3000人要到那邊去 他們上面寫的是落地接待 但是我想假如他們3000人 我們假設3000人去了 那你既然那麼喜歡那邊 你乾脆就不要回來了 繼續帶來關注兩岸之間的關係 中國文旅部28日宣布了 鬆綁旅遊政策 而陸會稱不符合對等開放的原則 對此國民黨團總召傅崑奇在受訪的時候 就向準總統賴清德喊話說 賴清德先生你要有勇氣 面對真正實質的發展 他也呼籲希望台灣應該要趕快 把一天2000名陸客的限制 可以趕快解除 讓兩岸的人民能夠全面交流 請賴清德先生 你要有勇氣 要面對兩岸真正的實質的和平的發展 如果一個小小的一個平台 對台灣的客運直航 測試一下無限高的門檻 表示民進黨的格局就是如此而已 我們再次的希望 台灣趕快把所有2000人的陸客來台 一天的限制2000人能夠把它解除 讓大陸不只福建省 讓所有三十幾個省都能夠來台灣 讓過去2016年前 每一年400萬500萬的觀光客 能夠順利的來到台灣 讓兩岸的人民能夠全面的交流 這是我們全民共同的期待 陸委會表示 陸方以附加條件的方式 回應我方全面恢復 兩岸觀光客組團雙上交流的建議 而且極度縮小開放對象 只開放福建居民到馬祖 卻沒有金門與澎湖 至於旅行團來台 為何以平潭航線負航為條件 而旅客來源只限於福建居民 其他地區卻沒有開放等等 相關安排既不符合對等開放原則 也不是觀光旅運的常態 陸委會指出 後續將由陸委會交通部等部門 進一步釐清再做出決定 以立實際執行 並確保健康有序的交流 接下來讓我們持續關注到 台灣的政治消息 托昆琴率團訪中後反台 遭到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 柯建民痛批 他昨天深夜的時候發了長文批評 他說17位國民黨立委的小丑團 擊奔中國是配合統戰還是柔心賣台 他批評台灣的國會已經逐漸走向香港化了 一切都歸功於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玩弄小草 玩弄小草 以及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這樣的激情還能夠演多久 柯建民批評傅昆琦還有黃國昌狼狈為奸 30年在國會首見 封殺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國會改革版本 4月15日 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修正草案 強行出委員會 預計5月17日 院會表決 趕在5月20日要准總統賴清德 做違憲的國情報告 急問急答 製造憲政衝突 他說這是藍白最愚蠢的楊謀 而柯建民也表示 沒收民主讓國會香港話 騙人騙己小草好騙嗎 而其他7名立委晉升 又出來開記者會護航 民眾黨以及柯P有存在的價值嗎 趕快下課吧 表演自殺式的神風特工隊 再來讓我們關注到演藝圈的消息 藝人田富貞 他因為被大陸的網友質疑政治立場 所以其實已經長達了兩年多 都沒有到對岸進行演出 而日前才終於解禁了 他在24號的時候宣布 即將出席天津的泡泡島音樂節活動 不過沒有想到此文一出 許多大陸的網友因此出征主辦單位 音樂節的官方我一博在昨天的時候 緊急發表公告 改口表示說田富貞將不會參加這一次的活動 如果已經有購票的民眾 可以無條件退票 歌手田富貞從2022年起遭陸網封殺 就因為他在意大利裔的美國眾議院裴洛西訪台期間 在IG限動曬出吃意大利麵的照片 被大陸網友質疑政治立場 抵制將近兩年 田富貞24日宣布出席天津音樂節 歌迷員以為已經解禁 怎料大陸網友出征主辦單位 音樂節官方微博27日緊急改口表示 田富貞將不會參加這次活動 已購票的觀眾可無條件退票 田富貞隨後也轉發這篇公告 表示很遺憾五一假期無法一約 到天津跟大家見面 但心還是熱的 歌還是在唱著 不少粉絲留言 安慰期待下次相遇沒關係 我們香港見 但也有人嗆聲發劇不支持 台獨就能解決 為什麼不呢 田富貞26日在台灣出席活動 提到將出席天津音樂節 財偉婉表示很期待 能唱想唱的歌就覺得很珍惜 但緊隔一天就宣布取消 田富貞所屬經濟公司樂來樂好表示 音樂節主辦單位鑑於安全考量 決定取消此次的演出 台灣粉絲也都相當關心田富貞的情況 田媽媽特別在相關粉專下方留言說 感謝大家關心 真沒問題 順其自然就好 讓粉絲放下心中一顆大石頭 接著帶您關注社會消息 台中有一對靈性夫妻 在28日的晚間被發現 在太平山區城市車內 而兩名死者分別是50歲的林姓男子 以及47歲的黃姓女子 兩個人分別是平躺在正副駕駛座 現場是車窗緊閉 而且還留給家人的遺書 裡面就大概寫的說他們先走了 覺得很抱歉 而根據夫妻兩人的女兒表示 爸爸媽媽是工程小包 疑似是因為積欠了債務而尋短 而警方在28日晚間已經請家屬來製作筆錄 將會進一步來調查 釐清兩個人確切的死因 沒錯我們也希望 市者可以好好的安息